相对于自改的床车 咱们这款露营仿车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功能齐全 而且内饰风格也比较 让咱们大多数的车友接受 这辆车是基于大通的V80 但轴重点的底盘打造 外观颜色 绿色 当然标配的是一个白色 整车的长度4米95 宽度1998 高度2米55 当然是在加装了车型行李架的情况下 如果去掉车型行李架 整个车道是2424 那也是电动可调的一个后视镜 四个女后镜的能骨 斯能迪沙 配备有两侧的两队 窗户 这里是咱们的试点接口 也是可以从心灵源充电桩取电的 因为是配备有一个转接头的 车尾是配有爬气 以及自行车架 配备有倒车内搭 尾部是一个队 打开之后 咱们看到内部空间还是有的 只不过像飞行房车的话都不会有比较大的空间 同样配备有快捷水口 取电的设施 以及咱们的一个点击器的接口 那为什么要在这里配备有取水口 因为是配有一个外界的领域喷头 车里面是没有卫生间 所以咱们在车尾是可以实现这个领域的一个功能 在侧面同样也必须 这样跑中门下面 是一个翻车式的踏步 80升的柴油箱 加满一次油的话大概能跑个六七百公里 咱们来到驾驶室 内部主护驾都有安全气囊的 同样是一个马鲁尼6AM 而且自动满的变速箱 搭载的是2.07的茶油发动机 功率100年2千瓦 风筝扭矩336米 那整个驾驶室是有三个座位 后部箱起啊 就是看起来比较一难无余 前面是一个L型的厨房区域 台面上面是一个仿石木的 而且配有一个冷热水的携手盆 下方微波炉 50升的冷冻冷藏的冰箱 质量车水浆甚至装在车里面 像现在这个冬天来说 也能达到防洞的效果 侧面是一个拓展的小桌板 后部是有两个单座 中间有一个升降桌 后这个位置是可以变床的 也就是说将靠背可以完全打平 前方的这个升降桌 可以降下去 床板往外拉出来 最后再铺好咱们的床垫 就可以变成一张宽度1米3 长度1米72的一个床铺 当然如果个子高一点的车 可以前面还可以加一个 面质的一个充气垫 这样整个车里就变成了一张大床 侧面吊柜所有的窗户都是配有防洞 领似内窗的 往后上面是有一个12V的单的变屏 底质空调 颈部同样有带照明功能的天窗 这辆车的中部续在中门进门的上方 同样也配一个燃油助车的加热器 有暖风有热水 电池的话 现在这款车电池方面 这辆车是配的200A的尖寸电池 当然也可以升级到400A的电池 那配有2000W的充气比一体机 那这样的一款 小的非常精致的防车 而且功能也非常齐全的一款 车型你会喜欢吗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